那么魂魄 所以是魂魄比去 乃成为人了 那么一个人的三魂七魄 如果不安分地守在体内 这个我们叫丢魂什么 拉魄 丢了魂 人的精神是恍惚的 三魂主人的精神系统 七魄主人的肉体系统 有一些孩子的手舞伏击之力 这是七魄丢失 狮狗丢失会产生这种 就是孩子浑身无力 因为他这个主持身体有力的 这个叫狮狗 那么我们经常咳嗽 吃不好 失眠基本上是我们的肺里面的 这个肺里面的这个魄 有一个魄叫秀肺 他不工作了 所以是你这个咳嗽老致不好 这是丢魂辣魄 因为那个魄主持你肺的工作 正常 这个魄在它就是正常的 这个将来再慢慢讲 今天不是讲这个 今天讲死的事 将来再给大家慢慢讲 我们快讲 所以是三魂七魄各有作用 如果不安分在体内 人是精神恍惚的 每天睡得好像没睡觉一样 然后想什么都想不起来 老年人这个精神失忆症 老年痴呆症 这个记不起事情来 这是什么 天魂跟地魂已经溢出体外了 老了老了要死了 他这个地魂从二阴 就是大小便的地方 或者灰阴穴坍塌 然后出体了 那么他整天给你唠叨什么 他看到你二大妈了 看到你三十了 看到你什么什么 死去的那些人了 那这个老人已经快走了 为什么 他已经地魄出体 跟阴间的东西在围舞了 所以他很快就要入阴了 入阴了 那小孩子不是这样 小孩子他这个四门没有封好的话 性门没有封好 他老跟你讲天上的事 我看见一个姐姐长着翅膀飞了 我看见一个什么在天上 他是这个天魂老是往上面飞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天魂地魂 那么如果老人他老跟你讲天上的事 他死后一定是升天的 为什么 他是从顶门天魂飞上去了 从眼睛还不是顶门 顶门是圣者才能够成就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三魂七魄 要安在自己的肉体里面 你才是个健康人 你的思辨能力 思维能力 这个身体的各种功能都是优秀的 如果七魄中丢失的离体以后 影响你的睡眠 因为它属于阴 阴不治阳 晚上是阴的时间 你七魄有力 所以是会迫使你的阳 太阳落山 你内在的太阳会落山 然后你要睡眠 如果你老是醒着 就是七魄不给力 阴不治阳 然后就不能够安眠 所以这就是生命事项 生命事项 那么五脏还有五脏神 那么眼有眼神 耳有耳神 鼻有鼻神 心有心神 肝有肝神 所以你们是有福的人 我们这个有大德捐钱 我们把这个黄庭经 黄庭经印刷公开 给大家不收费 这个我们把远的寄到美国澳洲 工作人员心疼来跟我商量一下 说师父 那个十几块美金呢 寄一本书过去 我们能不能跟人家收点费 我说不收 为什么不收 因为送赌黄庭经太重要了 我们宁肯我们负担那个运费 让大家去真正的开启 为什么这是真正启动你 身内诸神的唯一的一个可靠方法 因为你们要想修炼到高层次 指挥诸神 这个是需要很久的时间 但是你只要送赌他 大概七天之内就开始有奇特的变化 你老老实实的送赌七天连续 当然这个是每天以后要送的功课 我是说到七天就开始变化了 真正送赌 不用懂意思 很多人说我要懂里面的意思 那你要跟我学两三年差不多能懂 你要是不懂意思 你就直接送七天就开始产生作用了 一字送一字送 就念诵嘛 带拼音的 还有MP3 很容易 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些方法 就是调动体内魂魄神 使你的体内的三魂七魄都回归 五脏神 这个颅脑腔胸胸腔下腹腔 三八二十四针都回归 然后都行诀 这个时候你的内在的世界 就是一个灵的一个世界 叫神灵的世界 神明的世界 这样你才能知道很多事情 不学而会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指的我们体内 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 这是人之生 生是整个系统都完善 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如果灵根 灵根它是不生灭的 是不是 你不太容易动得了 动得它你就死了 心是你的父母 从后天中给你的先天 它叫真心 也是一点灵光 不是你后面的八十心 是不是 这个也是要把它激活 激活它就是第九真心 第九真心 然后再就是三魂七魄 五脏神 六根神 还有八十这些东西 都要了解 你了解了 圣贤教学没有白教你的 你了解这些东西 你活的 你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是人上人 是不是 那么很多众生 不认真学习这些内容 就很可惜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 无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